该有多么绝望 这个女孩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骨肉被带走 之后她用了一生的时间去寻子 但她怎么都想不到 这个孩子就埋葬在她脚下 这个女人名叫菲洛梅娜 是爱尔兰的一名修女 修女讲究勤勉且禁欲 以达到接近耶稣的目的 但梅娜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没能抵挡住荷尔蒙的诱惑 她和一名男子深入了解了彼此后怀了孕 而那个男人之后就不见了踪影 为此梅娜接受了严厉的惩罚 不仅被调去修道院最苦的洗衣房工作 生孩子时还不准用止疼药 更过分的是孩子生下来后 就被送去了收养所 母子一周只能见面一小时 她给儿子取名安东尼 一个和她犯下同样错误的修女 也有个女儿叫做玛丽 两人的孩子总是形影不理 这些修女们唯一的慰藉 就是和自己的心肝们见面的那一个小时 只不过修道院有个不成文的传统 修女们所生下的孩子 总有一天会被别的人家所领养 大家心知肚明 却谁也不敢疏破或者质疑反抗 只是享受着昙花一现的幸福 梅娜也是一样 只不过这次 丧子之痛要降临在她身上了 这个名叫马丁的男人 正在策划一次采访 她本是一个知名记者 却深陷报道丑闻泥潭 被劫过的她 急需一份报文让自己东山再起 为此她接受了一个专题调查 那就是帮助一个老太太 寻找失散50年的儿子 那个老太太正是年迈的费洛梅娜 这个老人坐在她身边 详细讲述了曾经自己还是修女时候的故事 马丁仔细记录着 接下来就是实地调查 她和梅娜一同驱车 前往了位于爱尔兰的修道院 想和当时安排把她儿子卖出去的希尔修女见面 但院方只派了个新人修女接见他们 并以希尔修女年事过高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而且当年孩子交接的资料 早就因为一场大火而化为灰烬了 但经过马丁的多方调查 发现那场大火可能就是院方自己放的 只为了销毁贩卖儿童的事实 这个可真就是能上头版的新闻了 马丁很是激动 他还查到当年梅娜的儿子安东尼 和形影不离的玛丽一起 被某个美国家庭领养 于是他们决定直接飞去华盛顿继续调查 经过几天的周折某次吃早餐时 马丁在网上发现了不得了的资料 但他却沉默了 这个消息对梅娜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呢 这个享受着不同文化的老太太 端着一盘早餐 开心地来到沉思的马丁面前 在撇到电脑上的内容后 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那上面正是和他分别了 50年的亲生儿子的信息 当年他被领养到美国后 名字被改成了迈克 后来成为了美国总统的首席律师顾问 马丁甚至见过他 还有过些许交谈 但不幸的是 早在八年前 迈克就因艾滋病去世了 因为他是个gay 得知儿子已逝 梅娜伤心地哭了出来 为了了解更多 他们一起去了迈克前同事的家里 同事对他的为人与魅力赞赏有加 这让梅娜心里有了些许安慰 只不过去见了玛丽后 梅娜的心又跌落谷底 因为从玛丽口中所说 迈克从没有提起过艾尔兰 他是恨自己在当时抛弃了她吗 面对冷漠的玛丽 梅娜忍不住去了教堂忏悔 并想就这么直接回英国 但马丁又再一次发现了 迈克其实并没有忘记艾尔兰的证据 那就是他一直都带着代表艾尔兰的胸针 在马丁的吉利劝说下 梅娜才慢慢恢复了心情 并同意最后去见一见 儿子生前的同性伴侣皮特 只不过这个过程一场艰辛 皮特显然不想对陌生人谈这种事情 马丁吃了一回闭门羹 这时梅娜来到门前 精平气和的说我是迈克的母亲 面对着这个散发出强大气场的瘦肉老太太 皮特最终还是同意了二人的要求 并把这些年来的录像都放给梅娜看 只不过有一处引起了马丁的注意 那就是迈克和希尔修女在一起的录像 皮特告诉他们迈克一直都想找到母亲 只不过修道院告诉他 他们也没联系到梅娜 迈克去世后 按照他的遗愿 将他埋葬在了修道院后面的墓地 原来这么多年来 母子二人一直都在相互寻找 只是修道院在中间故意阻拦 得知真相的二人 霍速回到了艾尔兰 愤怒的马丁 此时已经不在乎报道的事了 他冲进希尔修女的房间 质问整件事 得到的却只是对方不屑的回复 他认为犯错受罚是必然的 自己隐瞒事实的罪过 自然会由上帝来审判 但梅娜 似乎已经连生气的力气都没有了 作为一个古希老人 他没有动怒的欲望 也不想将情绪散发给任何人 他一生都在寻找儿子 却没想到 他就埋葬在修道院的土地下 他现在只想去见一见儿子的墓 冷静下来的马丁也觉得 发这么大的火不成体统 毕竟人死不能复生 他只是默默埋了个基督雕像 送给梅娜 并供奉在了麦克的墓前 故事就此结束 这部影片叫做《飞路梅娜》 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传记电影 看完这个故事 我真的很感叹 一个母亲会为了自己的孩子 爆发出这么大的能量 影片最后呢 梅娜选择原谅希尔修女 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 更有格局 一方面 他有犯错就得受罚的觉悟 但另一方面 他也能为孩子不惜犯错 不论是情感上 还是信仰上 他都保持了自我 所以对于他的选择 我只能保证